不明人 但是朕 现在还不想让你死 不要我下奉陪 不要 朕问你 你们的重振皇帝 会是龙泉宝剑吗 还能拉开五百斤的弓吗 还能一马当先 吃生疆场 与敌人一死相拼 边打边摇吗 回大军 不能 如此 大明的崇祯皇帝 就不是大清皇帝的对手 表下认为 皇上应该驾驭龙宫 军临天下 不必形同武夫 荒唐 你们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征 就是一位马上英雄 他身高六尺 武功超人 西匹无锥神剑 纵横沙场二十多年 亲身经历大大小小七十多战 身负战胜十三处 这才开创了你们大明的天下 吴三负 朕说的对不对啊 你说的军军都对 可能不到二代年 一代不如一代败落到如此地步 告诉你 总与升功者 个个是昏军 早晚丢了天下 使十五者为俊杰 吴三贵 朕喜欢你 因为你算条汉子 希望你能够归顺大清 标下 身为男儿 何惧生死 绝不投降 不要把话说绝吗 朕愿意等 你三天后归降大清行 三年后归降大清还行 归降之后 不顺心要返回大明 也行 烧汉嘛 朕准你来去自由 怎么样 五三贵绝不投敌 不投 你们汉人 为什么把我们马人当成敌人呢 我们和你们一样 都是上天赋予的生命 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血汗 耕种自己的家园 郝太极 要想从小就遵循这个道理 可惜呀 居然连你 也会相信这天底下最大的谎言 吴三贵啊 吴三贵 朕对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你说 朕是你的朋友 朕把你当朋友 至于你愿不也把朕当朋友 朕拭目以待 绝不抢你 多谢了 吴三贵 你能带两句话给袁冲焕吗 脚下遵命 敌 朕和他都知道 他那个五年平定辽东 那是骗人的鬼话 只是崇祯把这鬼话当成了真话 你转告袁冲焕 朕五年要入主中原 这话你敢带给他吗 敢 第二 如果不想让大清入主中原 那大明必须承认大清 双方平等相处 大明每年向大清提供黄金十万两 白银百万两 当然大清向大明提供什么 考虑到大清皇帝的脸面嘛 我大清向大明每年提供税赋 雕皮一千张 王太基 你认为这公平吗 大明有疆土万里 而我大清只是官外一语 多刮有别嘛 因此啊 朕认为这很平等 休想 那朕只有年年率军入关南下 打得你们丢盔卸甲 鸡犬不宁 直到你们全部跪下来 祈求我们大清朝为止 朋友 后会有期 干贼 干贼